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集中在迎风面 就是桃源以北东北部地区 跟局部这个中南部呢会有等阵雨 而中南部地区 大部分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周五后在山区有零星阵雨 但是在萨州一开始以后 有另一波东北季风要爆到了 这波东北季风比较强 所以雨势跟藏雨的范围都会比较大 可以看到在东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都有藏雨的状况 而且从萨州一晚上开始 整个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 宜兰 花莲台东地区都要注意 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而其他地区则是一样是多云道晴 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雨的天气状况 也就是说一直到萨州五 其实天气都是维持这样的情形 到萨州五开始 东北季风慢慢的减弱之后 水气才会逐渐减少 藏雨的范围缩小 只剩下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有零星的藏雨 而温度部分则是比较要注意的 而这两天温度已经开始 慢慢的藏低了 但是强度还不算太强 北部的高温大约落在24到25度 低温也还有个21到22度 但是中南部地区则是不受到影响 白天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 但是在下星期一开始 第二波东北季风暴到 到时候就是一个溜滑提示的藏温 高温只剩下21 22度 而且中南部地区在降温上面 也会很有感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日夜温差 最后来关心到旅游气象方面 如果要出门走走的话 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几天下雨 所以如果往山区走的话 一定要注意土石比较松远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最后来关心到各地的湘气温度预测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温度是落在21到27度 有部分地区会下雨一定要特别留意 而中部地区可以看到这温度落在22到30度 是一个干爽的好天气可以把握时间出去走走 南部地区24到31度同样是非常晴冷的天气 而接下来看到东部地区的部分 22到29度会下雨要多加留意 离岛地区21到25度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